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 我们俩是来自杭州 校海相声会馆的相声演员 我叫叶明珠 这位老师叫李广伟 是我 李老师最近可以说是喜事不断 是 给大家分享一下 说一下 李老师最近 谈了个女朋友 刚谈 大学生 对对对 老年大学的大学生 老年大学 您大伙别笑啊 您别以为老年大学 都是五六十岁的老阿姨 那还有 也有八十岁老太太 那还不如五六十岁的 这是开玩笑啊 李老师是早在95年 就获得了咱们取义届的最高奖 牡丹奖 那都是过去的 可以鼓掌 而且呢不仅如此啊 您还拍了很多央视的代表性的节目 节目倒是没少 您先老一点的 综艺大观 路过 曲院杂谈 路过 星光大道 路过 动物世界 路 没路过 我一大活人 路动物世界 这是开玩笑啊 李老师呢 虽然说在全国啊 不是太红 一直没有出名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 我琢磨出来了 怎么呢 因为说像上必须得用标准的普通话来表演 这话说的对 李老师老家在东北 您的台词当中 还带着比较浓重的家乡口音 我 说话有东北味 东北味特别重 不可能 但是各位 怎么呢 现场测试一下 你来 跟着我学说三句话 不出三句 您的东北话立马就出来了 不可能 别抬杠啊 开始啊 你来 笑里相迎真好看 笑里相迎真好看 观众朋友最热情 观众朋友最热情 干啥呀 干啥呀 瞧怎么样 对对对 四分钟史诚说苦了 对呀 太难了 不是你这是往沟里带我 不开玩笑啊 虽然说在全国知名度稍微差一点 但是你要到杭州打听打听 怎么样 更没人认识 没人认识你说他干什么 没人认识那是我 您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是啊 知道您今天录节目 您的粉丝 专程从杭州打飞滴 来到现场碰您的场 我 你看 粉丝 刚才在门口我就发现了 人家打听你 怎么打听的 90后的小姑娘 请问今天 有没有李老师的节目 我们有啊 真的有吗 真有 真有啊 真有 不看了 这叫什么粉丝啊 不自己看了 那是 回去带着这边的朋友一块过来捧您的场 你看 真捧场 对不对 而且您的粉丝有个共同的名字 叫什么呀 李广伟的粉丝 李广伟的迷 叫什么 叫什么 伪迷 伪 不振为来啊 什么叫不振呢 伪迷不振吗 什么叫伪迷不振 您哪 我看好您 李老师 怎么 您绝对这属于什么 这老来红 我老来红 什么叫老来红 你解释一下 您是老了之后 炉子里推 红了 烧了 什么啊 什么啊 老来红吧 那没那么解释的 当然现在的观众啊 跟您当时说相的观众不一样了 怎么呢 现在的观众对演员的要求高 要求这演员啊 要年轻 然后呢 然后呢 颜值 都得像我这么漂亮 你 漂亮 是 你 不好看 那我难看 你也不难看 你看 你是介于好看和难看之间 我属于 好难看 有你这么夸自己的吗 不谈这个颜值呢 关键观众对演员 还有更高的要求 什么要求啊 要求咱们这个包袱密集度要增加 这话说的好 四分钟之内 要抖出几十个包袱 一句话得出一个包袱 一句话一个包袱 各位 一句话一个包袱 从南京到北京全国各地 这么多相声演员 一句话一个包袱谁行啊 谁也不行 我就行 你 一句话一个包袱 现场来一回 你来 注意力集中一点啊 李老师 您见过驴摇头吗 没见过 叶老师 问您个事啊 您说 您见过驴摇头吗 刚见过 别说了你 感谢两位带来这么一精彩的小段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二位的标签是什么 刚您介绍您是叶明珠是吧 这个叶明珠呢 是我的意名 有几层含义 头一层含义呢 叶明珠就是本身我姓叶 所以说姓叶我叫叶明珠 就是好记 然后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早年间我到杭州的时候 当时呢是兼职 就是业余来做相声 平时呢我还有一个五金店 白天就是搬发门送发门 晚上穿上长衫 往台上一站 灯光一打 我两眼就开始冒绿光 激情四射 叶明珠的第三层含义 我们俩估计是 整场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 我们俩加在一块 今年刚刚一百岁 我呢今年五十多岁了 刚相声里说 说您得过这个牡丹奖 九五年在河南平顶山 是第二届取一 得过这么大的一个奖 您是从哪年开始说相声的 我是从八六年开始说的 八六年 可能今天的很多选手那年还没出生了 是是是 你把李老师说老了 五十岁 五十多 他说五十多 五十多也不老啊 我也五十多了呀 你可不像 我也是八六年说相声 时尚跟年龄没关系 我们经常跟年轻人待在一起 是 向他们学习 听他们说话 我们现在有网络呀 对 我们有自媒体呀 是 我们经常去看 我们一定能跟上时代 对 再不要说自己老了 谢谢 谢谢